各位好 今天3月17号 我是五月三人 吃了吗您的 前天呢 我和这个315晚会 这每年一次的各大厂商特别紧张的一个时间 然后呢 这两天呢 我大致补看了一些片段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不是好吃吗 对吧 今年呢 是聚焦这个关于食品安全这件事儿了 当然了 我现在在日本生活 国内吃的好坏 其实跟我关系不大 为什么不大 一会儿我再说 那发现一件事儿 大致总结一下吧 就是人跟狗吃的差不多 可能说实话 可能还不一定比狗更安全一点 所以呢 这个看了以后呢 也是触目惊心吧 不过呢 怎么说呢 我必须得承认呢 央视虽然我一直不太瞧得起 但是呢 很多央视的人呢 还是有他自己的这个新闻敏感度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几年的食品安全问题啊 确实已经又一次浮出水面 为什么我说又呢 大概而言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 我们这个关注食品安全这件事情 实际上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之后 或者说改革开放之前呢 就是说在改革开放之后呢 有极起挤落的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那最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刚开始 就是大家开始做这个食品的时候 就是因为原来的食品是配几支的 配几支的时候呢 那好还是不好 实际上而言你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 您比如说我们那会儿吃的这个米或者面 往往呢都是沉米沉面 很少有新米沉面 因为新米沉面会到那个储备的地方 然后会把 会轮换着把原来储备的这些粮食拿出来 而且孩子们呢 又不太有可能他真正意义上的有特别多的零食这些东西 那副食品就更别说了 对吧 那个也都是平票购买的 有就不错了 你至于说好还是不好 这件事都轮不着你操心 那那个时候呢 有过一次 刚开始改革开放物资呢 开始丰富起来之后 那大家呢 就开始注重这个食品的安全性 就已经开始有人就说 哎 说你看这个东西做的不对呀 或者是说添加剂过多呀 或者是说它那个有一些什么生产上的瑕疵啊 那那个时候呢 就进行了过一次改革 那也是这个监管 大概这个呢 是在80年到90年代的时候 好过一段时间 但是呢 往后呢 又差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啊 就是说募资开始供给丰富之后呢 就是很多像食品类的基础的加工的这些原材料 它呀 它就供应丰富 然后呢 大家呢 想吃各种各样的食品商就开始出现了 就是这些新的这些食品商啊 而且民营的一些东西呢 也就起来了 那然后呢 就又起来一波 有些它为了好吃呢 它肯定在 因为食品工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生意 就是很多东西它要去调配啊什么的 它添加剂啊 包括增香剂啊 增酬剂啊 这些东西 添加完了 那这些东西呢 那个时候 那国内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管理也没跟上趟 就是说新兴的这些东西 它没有跟上趟 结果呢 为了多挣钱 那很多的很多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又出来了 甚至于那会儿包括像什么这个就猛牛伊利这样的企业 它也开始在发力了 在做这些事情 那然后后来你大家也都知道了 后来出了这个 后来出了这个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三聚心安那些事件 那会儿呢 就是一大批的这种企业就为曝光 然后食品安全也得到重视 实际上那个时候就已经被压下来很多了 在2010年前后的时候呢 中国实际上就是2010年之后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是在逐步缓解的 就可能觉得说 可能各位在心目当中觉得不太不是这样的 或者是怎么样 食品安全一直是个严峻的问题呀 印象是没错 但是实际上从食品安全 就是说食品的不合格的检测 以及的这个食物中毒的这种数字发生 就是事件发生 那已经说起来的话是逐年降低的 那这是这是当年的这个状况 那为什么这几年又开始出问题了呢 那对吧 而且是全方位的出问题呢 其实很简单一个事 就是说起来的话 这些年的经济本身出问题了 这跟原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原来是经济是往上提升 那人民生活水平就按中共的讲法 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 然后吃的要丰富 在那个时间点上呢 那大家是往上走 为了挣钱或者是说管理不严格 他用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模式 然后满足这个需求 您比如说像 这不是给猛牛或者一粒洗底 这个东西 因为当时各位可能熟悉我的都知道 在那个三聚青安事件出来几年之后 像那个猛牛或者是一粒 好像是一粒 然后通过公关公司找我 是要让我给他那个去写个好的 就是叫什么 写个吹捧个文章吧 就是说做形象建设 那会不会还是讲话 也算个小KOL算是这样的这种人 然后我就直接回复 我说我要是干这活 我怕我喝完被都睡不着觉 大概就是直接给锯了 不是给他们洗底 就是说在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人们注重这个营养了 但是中国你要知道就是说 它并不是一个乳制品的大国 而且喝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它产量是跟不上的 像那样的这种企业它收这种牛奶 然后为了它追求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去干这些事情 它首先第一个 那是一个经济增长往上的一个曲线的时候 它必须它需要扩大自己的产能 然后让自己能够多占领市场 它就干了这种事 这是那个时代食品安全所面对的问题 那现代这个时代跟这有所差异 就是在于我要保证自己企业能够活下去 这是两回事 两回事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就是由网友总结的 这回出事就是出事的这个品类 你比如说吧 老团酸菜类的腌制菜 那腌制菜熟食外卖 蜜件类的果谱 现切的水果 奶茶 果汁 茶饮 带口口纸类的糖果点心 什么包子 饺子 馄饨 各种丸子 然后硫磺熏过的百合 黄花菜 木耳 这些东西 这个是早就有 然后甲醛泡水的白菜面条水果 这也早就有 像寒凉中以上防腐剂的调料 加胶和加各种稳定剂的牛奶和酸奶 对吧 注水的牛羊 鸡肉 然后加碧云药的鱼 加除草剂的豆芽 这些东西它都有 然后还有什么鸭血 魔玉这些东西 然后您看着这些东西 有一非常重要的特点 其实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其实全是廉价品 廉价品居多吧 应该这么说 为什么会是这样 其实很简单 就是原来我们是因为整体的市场在扩大 你的供给不足 然后造成他们这边的某种程度的造假 或者是说用其他的模式来满足市场的供给 就是让自己扩产 那现在是因为在19年之后 食品安全为什么会被这回被重视 实际上它就是因为说整体的经济下滑之后 那企业的利润不足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扩产的问题了 它是一个需要能够把自己的公司生存下来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我们回忆一下 在疫情之前开始了一什么运动 是叫新国货精品运动 就是国货精品 很多的食品 很多的食品就已经开始 中国食品开始了一个高端化的过程 您比如说 就是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叫中靴高 对吧 国内的这个牌子 那中靴高在那个时候起来 一只雪糕66块钱 对吧 什么粉钻的什么的 就都卖的挺好的 好像是头一年是在2000年的时候 销售额一个亿 然后转年过去就是10个亿了 它卖的就特别贵 对吧 那像这样的这种国货精品 然后包括像什么小罐茶呀 然后还有这回叫什么曝光 叫听花的一个酒 像这样的这些东西就逐渐在开始 在走一个精品路线了 其实这个路这个时候 其实并不算特别的 因为像国货的精品 就是说高端的 或者是说原本高端 像低端消费中端消费 渗透的大概在10年左右就开始了 这因为我特别清楚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开始自己做电商了 电商的时候 你要找一些合适的产品来卖 最开始卖的 我最开始卖的最爆款是什么 是大米 还不是武昌那块大米 是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的 就是黑鲁锅那边石板大米 就是它火山喷发之后 上层的那个火山岩 就是风化粉碎了 然后还有一些腐蚀质 然后下边是一个石 就是还是那种火山岩的岩板 在那种地上种出的米 加上它本身经过日本 当年日炬时代的改良 那大米的品种 就也非常好 大概应该不比真正的武昌大米差 但是卖的贵 那也没办法 它每年产量只有那么多 但是卖的非常好 这个到时候咱们再说这个事 像这样的这种 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 逐渐在产业升级 到大概在1819年的时候 整个的所谓的国货精品 就是说国产的这些吃的东西 它就已经开始大爆发了 而且当时是有一个背景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些所谓国货精品呢 是被投资者特别看好的 你比如说像我们做风投这个行业 对吧 那在那个时间段 就一定要做到这 因为做这个东西 因为其他东西不敢做 因为咱胜上那个王八权 就不定砸到哪 但是呢 大家觉得什么呢 因为这行内交流过嘛 说要不你高科技的 对吧 那个基本上而言呢 一个是投入产出的时间太长 二是风险太大 那第二个呢 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你那玩意儿 不定咱胜上哪天不开心 光机就给你砸了 你全血本如归 对吧 所以呢 当时的这个整个的风投 就是说投资行业 它最多的时候愿意干的什么 就是干食品 一个呢 中国人开始有钱了 他要求这个食品要好 至少是说在一部分人 他是有钱的 而这一部分人呢 是非常大的一个群体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中产啊 这块这个收入啊 然后呢 就是群体啊 在膨胀啊 和收入在提高啊 那这些人 他是一个坚强的消费群 那是不是还有六亿人 月收入不足一千 没问题 那个是另一回事 但是中国的这种群体 从绝对数量来讲 是比一个国家还要大的 你中国只要一个一个多亿 或者两个亿的这个中等收入人群 对吧 那总我想中国还是能有的 那就整体 从绝对数字来讲 已经超过了整个日本的人口了 这个可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 那政治风险低 而且呢 是这个 而且呢 是这个大家都要去吃 经济往上走 所以那个时候 就有大量的资金进入到了这个 就是食品行业 而且是尤其是高端食品 包括甚至于呢 包括像一些连锁店 像什么粥粉面饭 这种企业 那有些那些企业呢 一年开店几百家 甚至上千家都有 还有人号称要一年要开上万家的店 对吧 那些当然了他这个管理上 我肯定他能出问题嘛 但是人家可以这么直接滚着 就这么发展 对吧 他跟在国外开都不一样 你看我像我开 我一年开五家店 我已经我已经竭尽心力了 可以这么说 你不可能再多开 这个你是管理 从管理上什么 你都是做不到的 但是国内这方面都比较粗一点 这也可能好一些 可能好管理一些 对吧 而且尤其国内的IT业确实比较发达 它整个利用这种模式来整个开店 是要比在日本这边 它要方便的多的 对吧 这个必须要说清 这是国内的一个优势 这必须要承认它这个优势 那像这样的这种这种整体的这种市场状况 就造就了一批这种企业 从这个国货精品这开始走 可是这几年呢 这经济一下滑之后 那怎么着 就全都下来了 你像那个就比如说最简单的 就这个中雪糕 对吧 我们这最小时间看的 它这个出3.5元的这种雪糕 3块5的雪糕 论说起来这个东西 跟它原本相比是不贵的 那结果依然卖不动 为什么它应该跟原来的这些其他老牌这些厂子比 它比不了 人家的成本控制 以及它的宣发这些费用 它实际上而言是比你能控制的更好的 这个呢 国货精品呢 还没等立柱 咔鸡整个经济周期过来了 一下 这是下来了 还有一部分呢 是哪块下来的 中等其实下来的少 那下来是哪呢 就是最低端的这道东西 最低端的这个呢 是卖给老百姓的 就最普通的老百姓的 他们平时要吃的 你比如说像这个 一看这个 这个 所谓淀粉肠 对吧 淀粉肠那东西 实际上它用的这种骨泥 骨泥是什么呀 骨泥其实特简单 各位可能你们都知道 那像这个 就是各种各样的骨头 来源啊 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复杂的一个东西 就是什么剩下的骨头啊 然后呢 你可能都没开过店 就是烧烤店 那每年都每天都剩很多这种骨头 对吧 废弃物 然后就是那些肉连厂 就是其他的一些肉连厂不太用的东西 那都是直接卖 然后打成骨泥 一般来讲骨泥干嘛呢 骨泥呢 是干那个给宠物食品的 就经过消毒啊什么的给宠物吃的 那但是呢 实际我为什么我说那个像这种玩意儿 都基本上跟这个 跟这个 我说我刚才看节目开始 我说这东西 他们的人不一定吃的比狗强 就这个原因 宠物呢也吃那股泥 说不定有一些真正好一些的 进口的狗粮啊 那里边还没这玩意儿了 这个中国吃的可能还 中国人吃的可能还不如这个 吃进口狗粮的这个宠物呢 对吧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现在呢 都给它夹到这个肠里了 那这个东西的应用场景在哪啊 这个东西应用场景 它是在这种街边夜摊上 那谁在吃这些东西呢 就原来呀 实际上而言呢 很多这些东西是中产的人是不吃的 就是经过很多年之后 新一代的中产的这些孩子们 其实他不太吃这个 他知道这个东西并不好 但是呢 现在消费降级之后 就是从那个大家 新的就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信心满满的 然后呢 冲上这个 经济往上冲的这种状态的时候 那已经 已经到了经济在下滑的时候 国货精品在往下掉的时候 那这些人自然而然 他的消费场景 他都会降一下 降一下之后呢 那去哪吃 就是街头 随便吃一口 对吧 那我原来 我原来有时候也是街头吃 因为它确实好吃 这个它的味道跟那个 跟那个饭馆里做出来的味性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各位可能都吃过 也都应该知道 街头小吃的味性 就是那种摊跟 跟那个店里做出来的 哪怕同样的东西 它也不一样 这个味道也不一样 这个一会儿我再说 为什么啊 那像这样的这种消费降级的 这种状态 就催生了这几年 整个的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又一次往下下滑 就是它整个品质在 品质在往下下滑 所以呢 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 单纯的食品安全 或者是说黑心厂商的问题 它跟整个大环境是有关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您看好像这样啊 呃 咱们还是举日本的例子 那日本这块呢 其实呢 有没有便宜东西呢 也有 平时我自己去买东西 我也去 我跟大家讲过 我也是有自己省钱的路子 比如说我那个去买 就是叫 叫哥姆斯帕 就是那个 叫业务超市嘛 那都是实际上是 是那个饭馆里买的 饭馆里啊 或者是做加工的人呢 然后他买的这个大批的商品 那但是呢 他也对这个普通个人去买 然后呢 像这样的这个 这种地方 就是它也会便宜很多 哎呦 哎 说吃了就 来来来来 待会儿待会儿 先到别处待会儿啊 谢谢啊 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 那但是呢 日本这边呢 它没有一个 它没有一个是这个 让你啊 直接下滑到去吃那个淀粉肠的这个地步 因为没有 整个日本你想找 它没有 它最差的也就是 到这个 到哥姆斯帕这块 就可能也就是最差了吧 可能再便宜的可能还有 比如说像那个农场那边 你如果住农村 就住日本的农村 有一些那个地方的农民呢 他会自己把自己的蔬菜摆在那个田间地头 对吧 也没有经过太多清洗 也没有怎么样 然后呢 你也没人看着 也没人管你 就是直接你扔100日元 就能拿走一份蔬菜 反正那个那个是更便宜一些 但是它没有让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消费降级的这种欲望 或者说给你这种机会 你是你在日本你想买那些什么过期的蔬菜啊 或者是弄的不怎么地的那些东西 然后呢 那些烂七八糟的 没有 它不它没有这个机会 那中国不是 中国是可以给你一个无下限的降级的 您理解吧 就是无下限的让你降级 那就是说到最后的时候 那就是说到最后的时候 你说大家都吃的那种 那种所谓的这个淀粉肠了 或者是其他这个 就是头些年曝光的什么老团三 老团 拿脚踩的这个老团三菜之类的 也就是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呢 像这样的这种整个的整个的整个的经济下滑的状态之下 那产生了这些这样的三一五这个节目 就是说他们还是敏感很敏感知道这个市民安全是有问题的 那真正一真正可怕是在哪呢 中国现在在目前在推什么呢 在推这个预制菜 预制菜这个东西呢有几个好处 这个其实预制菜本身呢 是一个不是个坏事 因为我们吃了很多东西其实就是预制的 就包括我吃 其实我也是吃也吃过这种东西 你想你想最简单一件事 那个麦当劳肯德基那东西不是预制的吗 他回来稍微的一加工而已 对吧他时间都已经给弄好了 然后这边稍微的一热一加工 也就是如此了 重点是在哪呢 重点是在于啊 一个是中国本身它的监管力度是不足的 你是没有办法 你像三小五这种集中曝光这种玩意儿 那也就是也就是如此了 你还能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特别大的这个什么呢 力度呢你做不到 对吧 第二个呢就是说呢 这个东西啊在中国来讲创造性发明啊 是特别的多 它是没有底线的 而且呢 它弄出来东西之后呢 必须得说中国的食品工业 其实还是蛮先进的 重点是在哪 它先进的地方不太一样 你像你像日本这块先进的是 就包括选玉绒 包括加工方式 甚至于包括它最后的包装 那这个东西它是往前走 中国先进在哪就是那科技鱼很活 它会让你 这个其实如果你用好了 不是什么毛病 对吧 你给它增香增愁 这个日本也用 欧洲也用 不是说完全的那个都不用的 但是呢 如果你把这东西作为主研方向 这事就大了 对吧 您看您比如说 而且是我 我刚才说了 我说为什么这边小摊 它有时候那味道是电 很多的正规的大的店里做不出来的 它用的这些调料 它就是专门为了刺激你某一部分的味蕾的 或者是刺激你这个 就是你你人的这种感受器 就是你的这个味蕾呀 你的这个你的这个笔文味的这种 这个味道啊 它刺激你这个 它用这种模式 你天然的这个东西 你再怎么样 它不会有这种专门调制出来的 开启你这个感受器的这个 就说白了就跟猫薄鹅似的 对吧 你你猫一闻 就直接在这打了滚了 不就是这样的东西吗 所以它像诱食剂 这在在宠物食品里 这要诱食 还有一种东西叫诱食剂 对吧 它就专门刺激这个 那你天然的这个 你这些调料 王力哥 你跟人是比不了的 这玩意你是比不了的 所以像这样的这种 没下限的这种东西 你往里加进去以后 然后再加上现代的这种保鲜技术 那你吃这东西就很难讲了 可是中国的保鲜技术 是不是过关 也不知道 因为像日本这边也有 也有时间很 让你留存时间很长的 比如说我们家的栽培食品 这至少是五年 五年期 它的那个饭面包 然后呢 就是一个小罐撞到 下回我这回没拿 到时候我给大家拿一罐 给大家看一眼 是什么样的 这些面包好像五年还是十年 这是你栽培时间 栽培时期 如果一旦出什么问题了 给你困在这 没有水 没有食品 你就吃它 还有整个那种罐头 什么这些东西 都是时间非常长 人家是保持这个东西 它给你加大量的防腐剂 加这些乱七八糟的 时间也长 你最后就很难讲了 对吧 这个就没法说了 所以这个是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不是一个单纯的黑心商人的问题 它有很多种的因素 包括像中国经济下滑 包括像那个中国的这个监管不利 包括像中国对于这个中国本身的 原本就具备贫穷人 贫困人口 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这个 完全的这种叫小康 对吧 我们上上说 咱上上说的小康 没到那个程度上 那它需要有很多这样的厂商 来提供这种低质廉价 但是能够饱腹的这些东西 让它能吃上一口饭 那这些东西才是中国这个食品安全 最大的几个问题 那其他的什么 他把专门聚焦 像什么315这种地方 他专门聚焦所谓的这个黑心厂商 实际上这个说白了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没有抓到根本 按我们说没有抓到根本 当然他也不敢去抓这个根本 大概就是如此 那最后呢 跟大家讲一个 讲一个可能很多人 并不觉得是真事的事 就是说好多人觉得说 你看在原来 对吧 我们的这个食品 其实没有这么不安全 那包括像文革的时候 然后像那个 或者是刚49年之后 刚开始的时候 甚至于呢 有人说在那个 在这个 在民国的时候 或者是在清朝的时候 或者你 或者你蹦蹦跳跳的说起来 你就去在自己 还是那个穿瘦皮 拿着一个石头斧子砍 满山追兔子的时候 说那会儿食品安全 其实 其实我个人跟你讲 就是甭 甭管现在的啊 就现在的这些 这些东西多烂 多差 比那个时候 其实还是好了很多的 整体而言好很多的 那个时候的食品 那是更没有 没有任何保障可言 我就想举 刚才我跟大家说 举一例子 就是在原来 我们在那个 就是卖 就是粮食 就是我们在供销社 粮店买粮食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 它那个粮食是存几年的 但很多是沉米沉面 然后给你这卖出来 这是还有一段稿子的 那像原来的 这个包括有寄生虫的 对吧 很多的很多在那个 在文革的时候没有肉吃 像什么猪肉掏虫的那种肉 这叫做豆猪肉吧 然后这个也会卖的 淋巴肉也一样 一样也是卖的 然后呢 像各种各样的这些 没有经过任何 简易检验的东西 那几乎是那个 几乎是那个 北京还好了 那外地就更甭说了 没有经过任何 简易检验的 各种各样的食品 那基本上 能吃到肚子里 就已经很好了 像中国的这种 嗯 这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那马王堆汉木 各位都知道吧 马王堆汉木 那位夫人叫心锥 好像是 好像是吧 那经过检查 他本身就有这个 西虫病 啊 就是他作为这一个 那么高爵位的 这个人的夫人 然后呢 这么有钱 这么有势力 他依然是西虫病 都是有的 所以呢 就是不要去把那个时代 想成一个田园木戈 你现在的科技 你现在的科技 和这种东西 哎呦别别别 现在的科技 和这种 和这 和这种这种 这种制作方式 其实 整体的东西来讲 是比原来更 那个时代更好的 但是 我不是说给这个 给中国的食品 这个洗 因为我在 我在日本这块 已经生活的很好了 你希望能够中国到日本 这样的这种水准上 但是要必须要说一句 千万不要去 你可以让 要求中国这一块 高到日本 但不要去 回头去想 说中国当年的那些 所谓的田园木戈时代 那个更不靠谱 好 谢谢诸位 跟各位瞎扯几句